正階段 悬果難度 實在是滿不低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 遊民哥一起來看 這個時候可能反彈結束 可能是弱勢反彈 但是又看到很多的個顧 自己走自己的路 上沿法人復復大反彈的行情 這個時候如果採用產業面 來挑的話要怎麼樣選 好 我今天就是來當一隻蝙蝠 蝙蝠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跟鳥在一起的時候就是鳥 跟獸在一起的時候瘦 因為蝙蝠有四隻腳 不知道對不對 蝙蝠有四隻腳 對 所以今天你看我的看法 反彈這一段的話 這只是一個反彈 跟董哥 逸廷跟教授 是一樣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他不會馬上崩 他也沒有那麼快結束 我的看法跟彥均比較像 所以其實我今天是取 加起來除以二 你今天兩邊都可以站就對了 對 其實我也不是常這樣 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有一個讓你腦洞大開的 投資心法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在投資上面來講 是最難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階段做什麼事 我舉個例子來講 股市的多頭是分五波 然後空頭是分三波 然後在第一波到第三波的這一段裡面 要做什麼東西最有效率呢 是要做戴維斯雙擊的股票 剛剛逸廷有特別提到戴維斯雙殺 顛倒過來就是戴維斯雙擊 就還沒有升EPS之前本益比先升 然後等到EPS出來上升的時候 本益比再升 所以兩個力量加起來的時候 不是線性函數的關係 所以它的股價就會跳躍式的成長 那就是IC設計 這個已經經過了 過去了 經過了 對 這一段要做什麼呢 這一段大部分都是做景氣循環股 就是等於說是第三波末 到第五波出的時候 景氣循環股航運 原物料 或者是做一些有獨佔寡佔利基的股票 比如說像台積電 現在第一波的下殺也發生了 第一波的下殺要做什麼呢 當季的題材 比如說元宇宙跟低軌衛星 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是這一區 因為現在的反彈就是在這一區 這一區有一個特徵 第一個 第一怪 第一怪就是800公尺當馬拉松來賽 所以明明很短的距離 可是拖的時間很長 第二怪的話是無量是常態 有量才奇怪 然後第三怪是什麼呢 就是飛機跑得沒有汽車快 為什麼呢 因為飛機是在這一段做的 航空股 這一段要做電動車 所以這一段的股價 電動車跑得會比景氣循環快 這一段是做政策循環的股票 比如說網通電動車 太陽能或者是水資源 接下來這一段是完全不能做股票 因為這個還沒經歷 我們現在在這裡 對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個時間會拖很長 你如果說大盤是很有量直接供的話 我跟各位講一下就game over 那你選也不用選對不對 你選舉在11月 你9月就漲完了 你後面怎麼辦 所以你時間會拖很久 但是空間很小 所以就留OTC的股票 來代替上市的股票漲 這就是為什麼中小型 會比大型強 現在的道理 現在節奏很重要 不能衝太快 要一路至少要到年底 這一張表可以告訴各位 你把這些族群都拿掉 但是概念都對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第二個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這一波的反彈裡面 即便是政策受惠股在做 但是物極必反 否極太來 我舉例來講 為什麼現在大家那麼迷戀生計 因為第一個 它是盤不好的避險概念 第二個 最近疫情在起 第三個部分的話 它本來就是執政黨的選舉概念 但是各位要很小心 因為它每一個 這樣的一個生計股 它以前是冷燥 它突然熱起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成交集值 你去看 上一波生計製藥保健股這一塊的時候 它的集值是在成交比重4.8 然後到這一點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6.6 6.1 到前幾天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8.3 8.3是什麼概念 大盤將近快一成的比重 都是在一個平常成交量 非常非常低的族群 這個意味就是 當全部的人跑到醫院去看病的時候 你那個地方你就不要去 因為你會感染 這個狀況就很像2014年的基亞 15年的浩鼎 2020年的天國一灰跟21年的高端疫苗 所以這件事情要記起來 高的會下來 低的會上去 所以我們說物極必反 但是痞極就會太來 痞是什麼 就指的是太陽能 太陽能最近要注意一些事情 第一個的話就是 產地之一的四川在限電 多金系這一塊四川也有做 所以受到影響之後 它的漲勢就開始擴延到中油的模組 第二個部分的話 極端氣候本來就會缺電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沒水 只有太陽 而且日照時間這麼長 第三個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新疆的多金系被限制 所以這一塊的話 台廠有替代效果 那援金我們在幾個禮拜前 在講太陽能那一集 我們有講過 那現在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整個下半年的訂單 冷靜度非常非常高 大概都是60幾%的成長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禮拜四這一天的時候 它增值股30500張出來 全部被吸走 所以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借券 應該就是套那個利 套那個借券的增值股的利 但是在這裡開始動的話 各位有沒有發現 形態是左肩 三重底 右肩 所以現在在選股票的時候 我覺得大綱一折 就很多很強的股票 情願錯過不要錯流 但是低檔的部分 那哪些不能流 我剛剛說過爆量的東西 都不行 就是說你去算它的成交比重 到達它這個類股極值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你看當大家一窩蜂的 跳進去汽車領主件的時候 汽車領主件就休息 當大家一窩蜂的 跳進網通的時候 網通股就休息 大型的休息 中小型的在動 大家一窩蜂的 跳進升級的時候 升級就會休息 這個就是反彈的架構 以前在多頭的時候 哪裡管你 就是你看航海王的那個時代 那個高還有更高 那個量一波比一波高 OK 好 建議永明哥 我們非常詳細的分析 所以這個時間點 可能是一個弱勢反彈 或是快要結束 選股真的是很不容易 剛才提醒大家 有一些股票 可能現在是一個 獲利了結的時間點 沒關係 留著一些子彈 接下來如果我請去摔退的話 你還有機會慢慢 低點佈局慢慢加碼 等待真正春暖花開的時候 祝福大家操作平安順利囉 下禮拜再借你一起來開啪 拜拜 反彈 順利 CAR